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苏婆 苏佛影 上次给你们录视频的时候 你们觉得我新工作室回声太大了 你们看我今天带了什么 这个我专门买了一个收音的话筒 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改善 帮了新的工作室之后呢 所以其实很多细节都在磨合当中 那就请我的小朋友们多多的见谅啦 然后今天呢 我是要给你们说的是 我收到的来自拜托了盒子 给我寄来的101件国货好物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 你们这个是拜托了盒子吗 应该是拜托了箱子吧 有多大 我跟你讲有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超级高 而且问题的关键是非常非常重 里面有101件国货好物 就作为一个美妆博 一下子收到那么多的什么口红唇釉啊 都是国货 就是想做好物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我也从中间选出了9件 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产品 想要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我想要说在前面的话就是 这9件产品呢 我是综合考量下来 第一 在它的知名度方面 它可能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大国货牌子 但是呢 它一定是好用且想做的 所以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 一点不一样的 大家都在说的 我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些 说的人也许不多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一下 你知道那天我去扛这个盒子的时候 有多搞笑吗 它外面盯了那种木框子 就泡里面都是压碎了嘛 其实说实话 菜鸟一张的老板一直很怀疑 我到底是干嘛的 他以为是做淘宝的 每天都有那么多快递要收 直到那一次我去收那个盒子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说 我觉得你有点过分 他用程序上给我说的 我觉得你还好粉 你这个快递越聚越打了 我采了一张 能不能放不下你这东西了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超搞笑的 然后我也很sorry对他 不过没有办法 我说的这个我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然后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开始介绍吧 我现在要给你们看的就是 我收拜托的盒子 借给我的这张黑金邀请函 其实我一直强忍的没有拆开它 你们看这个封印都是封得好好的 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拆开它 然后我要念念它里面写的些啥 哇 小鸟一样 我的东西 然后你看就是 拜托了盒子这样的一张鸟鸡片 然后后面的字 拜托了盒子国潮记邀请函 第二 2019年属于UP主角粉丝 最豪华的综合福利计划 然后他说希望能够测评出比较好的 然后跟大家分享 嗯 真的非常有诚意了 黑金邀请函 而且上面这个印放都是 拜托了盒子 拜托了盒子 真的非常有诚意了 OK 我现在呢就给你们介绍 我绝对最好用的9个产品 首先呢前半部分 我是要给你介绍一些 全部使用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口红狂热爱放手 其实平时呢 在嘴方擦不一样颜色的口红 对我来说简直是日常的 不能再日常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有些时候 也会担心我唇膜的状况 OK啦 我现在是把镜头拉近了一点 然后第一个呢 我要给你们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 唇乳 唇乳 它里面其实是含有乳木果的 不造化成分 它的营养含量呢 是普通的一个乳木果的三倍以上 所以说呢是特别滋润的 很不皮肤状况 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呢 它还是一个 真的能快速淡化成纹的一款产品 可是它的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很好耶 真的很滋润 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 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 喝AD盖奶的感觉 白白的一支 整个的质感 也就是非常的高级那种 最关键的就是 它涂到嘴巴上一点的 不会觉得油腻 可能差不多十感五种 也就是吸收吧 它就感觉非常的滋润 这款我是非常的推荐 第二个呢 我要给你们推荐 是有颜色的这个 Color's Club家的 它是503的南瓜色 然后它的字笔是那种 是偏丝绒一点的 然后不拔干 涂上去有点像亚光的颜色 我给你们涂一下 脸都不拔干 就是那种自容 特别滋润之地 颜色也真的是 非常的沙甜 是这种橘红色 而且呢 我要给你们说的就是 它每一盒里面 还会送一小只这种蜜 你们看好几可爱的 如果说你厌倦了 现在的亚光的一个唇妆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唇蜜拿出来 往上面涂一层 底下一层 你看 就变成这种亮亮的唇妆了 我觉得好方便哦 就一大二次很幼 再加上这一支这种唇蜜 嗯 这你什么样的一个唇部的一种状态 它其实都是可以满足的 然后这个我也是非常的推荐 而且呢 我要说 这支小唇蜜啊 你也可以单独用来当成护唇的唇油 我最喜欢最喜欢呢 就是这一支503的南瓜色 真是让人想你咬一口 那种超高级的颜色 而且对于你平时日常出家 或者说是约会 这些颜色都是非常的OK的哟 第三个唇部的产品呢 就是我推荐的这一支 马力代价的红叶这支唇油 其实之前我在给你们做直播的时候 我推荐这一支 而且当时也有很多小朋友 去刹那买了这一支 看我直播的小朋友都知道 这支颜色真的是特别的棒 而且刷头是这种扁平的刷头 然后上一张也就马上 你们看这种红色 带一点复古 然后带一点 版的那种很有志感的那种深红色 其实马力代价大家都知道 它是做了很久很久的过货了 那是过货里面知名度非常高的那种 然后这一支的颜色 红叶啊 红叶 它这一支颜色其实跟我今天穿搭 蛮符合的 就会有点长风 就真的是很像中初红 那个时代的美女们 她们谈的那种口红的颜色 然后就是很复古很红 但是又不腰 真的这一支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你们用手 当我直播的时候嘴皮都说过了 现在我就再说一遍 大家一定要买来试一下 真的一定要买来试一下 真的它就是上唇啊 搭了之后它也不会是那种拔干的感觉 就是那种润润的感觉 不会卡出唇门来 当然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 比较亮亮的质地的话 你可以先擦一层唇蜜 就是我刚刚也推荐的这个 极地之月的这个唇蜜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滋润了 真的我觉得不会特别贴心的 就是它的质地都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而变化 太贴心了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第四个唇蜜的产品 就是这个H&F的一个蜜蜜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有三支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的话 收到口红 我就喜欢收什么样的呢 成套成套的蜜蜜蜜 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呢 它们这个领盒非常贴心的 挑了三支热麦颜色 我最喜欢的这几个色号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 云霉中间这一支 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其实呢 它这个蜜蜜蜜色 是稍微偏粉掉一点点的 然后呢 云霉色是红棕的 然后这个火急色呢 它是偏橘红哑光的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试一下 这三支的颜色法 先给你们看一下火急色 上不知 也许喜欢它这个蜜蜜的颜色 哇 漂亮好正的一个红色 其实我觉得云蜜 也可能看得更清楚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颜色 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呢 就给你们看 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云霉色 它是有点红棕掉的 来感受一下 哎真的很高级耶 这个颜色 你看 第二个就是云霉色 红棕掉的 这个颜色 我一会儿上几个在里面吃一下 然后你们先这样看一下 再给你们看一下 偏粉掉一点点的 这个是蜜蜜蜜色 你们听这个名字 就感觉很浪漫 蜜蜜蜜蜜蜜色 这个就是偏粉掉一点点的 你们看就想像一下 这个芭蜜蜜蜜色 芭蜜蜜蜜蜜呢 就是稍微偏少女一点点的 然后就能打造那种 少女水润水润 红红的都中成的感觉 他们三个 其实橙膜都比较快 它是加了 布莫巴歂 还有角霉丸 还有牛油 果树果酯 深浴雨酸 vir酸 PROF 以上的多种养色 全亦养殖ift 滋润保湿呵护我们的双唇 就也不容易掉色 也不容易沾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良心了 就现在能看到 它们都已经变成假光师弟的了 这三个颜色 给你们试一下中间这支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这个云霉色 它涂到嘴上上就润润的感觉 然后闻上去是一果果香味 就真的很好闻 而且刷子的大小 有个刚刚好就要一抹 就直接就好了 真的很好看 我今天这几只孔都好好看呀 跟我的妆容 还有我今天整体的造型都好搭呀 下眼睛感觉它已经沉膜了 嗯 颜色真是棒棒的 第五个我要给你们介绍的产品呢 就是Beat It 双层泽尼眼影膏 这种眼影膏其实用的比较少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眼影膏它有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好处啊 就是有些我就是油皮朋友跟我说 他们只能用眼影膏来上眼眼 因为这个样的眼睛幕那部分 就是到了下午出游的话 也会觉得很好看很可惜 它这个颜色就是特好看 给给你看一下 它是那种非常弱 你问我的质地 就摸上去有点像棉花坛 一样QQ弹弹的那种感觉 这个名字叫维纳斯这个色号 它就有点像那种香槟粉的感觉 它下层呢其实是眼影膏质地的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上色度啊特别好 我今天的妆容呢就是用这个画的 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看清啊 而且它里面特别贴心 还送面小镜子 所以我现在就现补妆 先用下面的这个眼影膏 先沾一点 拂到眼皮上 我觉得这个大了身后 补妆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上面呢这个是湿眼影 湿眼影就是我眼睛那么亮亮的那个东西 真的很好看 特别帅 这一抹上去就行了 它可能不像眼影粉那样 还要那刷子一直的浴染 就必须要离近一点给你们看的效果 希望你们不要被我突然凑近的大头吓到 看上色度也非常的OK的吧 这种包装非常高级 而且它下面是眼影膏 上面是眼影 然后还有一个小镜子 补妆都特别的方便 其实它这个壳子上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反光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直接去照 看看自己的眼影 有没有什么需要补的地方 这样子真的非常的节目 整个化妆品的一个空间 旅游的时候戴上这样一个 你连刷子都省了 直接拿手就站了往眼 他一抹 然后画一点眼线 然后一个眼镜就出来了 真的非常的方便 我越来越喜欢这种 短小精干的眼妆产品 而且你们知道吗 它上面这个啊 它不但可以用来当眼影 它还可以用来当高光 就这个上面这层湿眼影 我看了一下 光高光真的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亮的 就因为像我打了光 这晚上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 但是真的你们刚刚看我眼妆 这种看出来是有多闪的 多亮的 真的特别好 接下来呢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东西 就特别好玩了 这是我真的这么多年 美妆生涯里面 就第一次碰到的 这么新鲜的玩意儿 就这个你们知道吗 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 小时候用的那种笔 是不是特别像 但它其实用了化妆啦 这个牌子叫合拍 它是一个多用彩藏笔 它是有很多颜色 你看这上面就是棕色 这个就是白色 然后还有就是淡粉色 红色 它就是很多用的 你看下面都有对应的一个小标 这就是用来画嘴的 然后这个呢 是用来画眉毛的 然后这个呢 是用来画卧蚕的 下面都有一个小标记 我觉得特别可爱 试试显色后感 有多显色 我的天 好用 好顺滑呀 比我想的顺滑好多 我以为它会卡卡的 但是它真的特别顺滑 你们看 眉笔的颜色 还分一个深色 一个浅色呢 要不要这么贴心 然后这个握蚕笔呢 它是有点带那种 监光闪闪的样子 用握蚕笔吧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太方便了 就脸上50%的妆容 用这一支都可以搞定 接下来呢 我就要给你们介绍一个 拼工具的一把 就是这个 加利马多功能彩妆 但质感非常好 其实它放到包装里面 就两颗拼在一起 是一颗爱心的形状 特别可爱 就这样拼到一起的两颗 然后呢 特别贴心呢 它有送你这样一个 东方眉的这种 美妆的一个小床一样的东西 还有呢 比如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呢 它有送你一个这种 保护壳 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贴心 而且呢 我自己试了之后 把它吸水都膨胀特别大 吸水就是能不能膨胀到这么大的 然后特别的转这样上去 而且你看它旁边这个切面 这个能照顾到很多 就是这些细微的一些地方嘛 它有非常非常难得的 就可以一点都不适合 所以我真的觉得 非常特别的美妆 但我是一个 我昨晚的父母的爱好和生气症 接下来呢 第八个号 我是要给我们推荐了 就是韩后的太阳大防晒 你看它这上面 手的像太阳一样的一样 然后呢 它是SGF50 然后PA3个家的 抖壳的造型很可爱 你只要往上一推 就可以不行 快吸出来了 减少了开口 它其实是会防止造成25万的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说 这个质地 它是水润型的质地 一点都不黏 一点都不厚重 味道也非常的清香好闻 然后呢 涂到身上之后 它能够很滋润 然后感觉被吸收那样的 而不是那种油油的 无药身上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种质地的防晒霜 非常的薄霍寒厚的防晒 现在能做得这么好 光是质地来说 就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这款太阳弹防晒霜 涂上去了之后 它其实是假光的 低一点都不会影响 你整个妆容的展现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想测试一下 现在的紫外线强不下 它这个包装上面 这个小太阳啊 它遇到紫外线 它会变得变影色的 紫外线越强 的颜色越深 真的非常的方便 你要测试一下 这小太阳的环境 们紫外线 想不想你拿这个小太阳出来 平衡上这个小太阳出来 一吸收 它就可以提醒你 什么时候应该注意防晒 应该补环的状况 它特别好 贴心 好暖 而且小小也是放包里边 很好 特别好 最后呢 我要给你们推荐的是 这个冻干粉 冻干粉是Lipsetide 他们家的冻干粉 然后我平时用的冻干粉 也挺多的 然后为什么推荐这一款呢 因为它是虾钦素冻干粉 虾钦素冻干粉呢 虾钦素冻干粉呢 它里面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虾钦素 它主要就是可以活力抗氧 然后紧致淡纹 虾钦素呢 是清除自由基的 然后它是维生素E的强度的 1000倍哦 1000倍 而且呢 坚强皮肤的再生能力非常棒 比如说一点 就是长痘有痘印啊 或者痘坑啊 很多年的一些痘疤什么 你们真的可以尝试 用一些冻干粉 特别是这种修复能力 特别强 虾钦素冻干粉 效果会更好 而且呢 我要给你们说的是 因为虾钦素 它也是没有添加什么防止机的 所以你开了一小瓶之后 一定要在七天之内赶紧用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 开这小瓶可能两天就用完了 就早上起来洗脸 然后要擦一遍 然后晚上睡觉前洗脸 然后又要擦一遍 所以一瓶对我来说两天 可能差不多用完了 我用这个一点都不省 特别废 而且呢 你们能看到它这个包装 其实是那种深风色的瓶子 它也是做了 透光了你的处理 防止可能发生变化 我就再说一遍 这个细节真的做得特别的好 嘿 我要推荐的九个好物就推荐完了 你们看到我是不是又离机头远了一点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它摆到 拜托了盒子的展台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用我们丰重的插上我们的灯 怎么样亮着 选择我有一点黑 不过我不是主角 我不要紧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放心一下 今天我给你们推荐了什么好物 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吉利之月的护权主 OK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ColorScope家的 还有一个小家伙去哪儿了 在这儿呢 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马力带家的 红叶 这只纯柚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HOF家的三只口红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的 Beeleaf家的 双层眼影膏 然后色号是 维纳斯 喜欢的小朋友 还可以去购买哦 然后这太可爱 我们把它放高一点 然后真乖真乖 第六个是 何派家的这个 我觉得它太新鲜太新鲜 我对它印象太深刻了 多个人彩妆皮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第七个呢 就是加力马的这个美妆袋 来美妆袋 我们放这儿 睁开弹一下 第八个呢 就是我们韩后的 太阳花防晒 放这儿 第九个呢 就是我们 Lip Slide的冻干粉 虾青醋冻干粉 然后九个我推荐的好物 苏婆推荐的国货好物 然后也是包含了很多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牌子 然后也有一些 可能是稍微比较新鲜 后面崛起的一些国货牌子 其实呢 你们现在去B站搜索 拜托了盒子 并且关注它 每一天都有 超级多的福利 都送给你们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更多拜托了盒子的 隐藏福利 请关注我B站的 下面一条动态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为我一条龙吧 就是关注 然后还有评论 弹幕还有留言哦 爱你们的小朋友们 然后盒子里面 其他的东西 就是我会挑选一些 我觉得不错的 也会给我的小朋友们 作为抽奖来使用 这就是我实力成本 封打爱你们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快去购买吧 记得要关注拜托了所 之后有更多的